林山賣的茶葉廣受街坊歡迎 遠至沙田、全灣都有它的客人 除了茶葉 這裡人氣最高的還有他們 其實它在網上有個名字 它叫布甸 這裡人家叫做紅椒 人家叫肥仔 人家那些客人叫的 就是這樣 這隻的女兒叫黑椒 她的性格是很恐怖的 現在經常欺負 有時走過來咬她 有時有個鬥打 這有性格 她又叫你 叫你兩心聲 你不理睬她 你一會兒把手伸出來 很喜歡人家摸她 人家進來就招呼人家 喵人家 又餵食 有間菜棟 那個小婆 那隻貓拿就生了四隻 兩黑兩黃 剩下這兩隻 就貼一張紙 但又沒有人收養 剛剛我女兒走過那裡 拿過來鋪 初初拿這隻 還要進去 還要進去 這隻 然後她拿回來 就這隻 肥仔很疼她 因為初初來 她小小介了來 她又跳得到這裏上來 她跳不來 我師傅在那裡 她用這隻 兩隻前腳 夾她上去 夾那個妹妹上來 很有方法 是呀 貓都有性格 被牠咬過 被牠打到暈手 你說牠幫街市捉過幾隻老鼠 起碼三、四十隻 管理員有幫黃焦軟上 他又軟了上 嘩 你一仔 今天又捉到一隻 哈哈 那些石球 我聽到牠這樣說 對外面的移檔 隔壁 隔壁的集貨舖 隔壁的集貨舖 那隻不行 不行 捉不到 就是管三家 如果有這隻在 幾隻都沒有老鼠 如果你說要休息 一定要跟牠說 休見到日 有時沒有跟牠說 牠說打破我的壺 以後我跟牠說 那些茶壺 以後跟牠說 牠說到日 牠去旅行 五天就說五天 今天一定要回來 沒有打爛酒 真的沒有 牠這個 有時貓在那裡 牠就好像 牠擺姿勢 一手伸出來 這樣的 有兩個女生 起碼找到很久 不願走 不願走 整個銀州 整個零兩個小時都在 那天才會來 我自己要介紹一下 我叫David 我在社見面出生 一路去這區讀書 一路長大 我家人 兩家人 我父母兩邊都有做街市 一邊是賣豬肉 一邊是賣魚 現在這個雜貨店 因為認識了很多年 牠退休 又頂給我們 我們什麼都做過 我們這裡的貓 六隻貓 本來我們只有一隻 在我們接手的時候 就留下的貓 就叫做大咪 就是監獄風雲 裡面那個 很兇的大咪 那隻大咪 牠真的很兇 所有其他貓都被牠欺 但牠兇得來 牠又不捉老鼠 因為年紀大 聽聞牠年輕 捉老鼠很厲害 但是大了 老了 現在十六歲 就不捉老鼠 但就很兇 我們就生養死狀 都有退休保障 在工作 之後我們就一直找貓 找了年多 差不多接近 找了兩年都找不到貓 很慘 經常被很多老鼠 咬爛了 什麼捉老鼠的方法 都試過 六七種方法 都是沒辦法 到處求貓 又求不到 就去找那些貓 義工拿貓 又不給 即是說 你店裡養貓 不適合貓生存 沒辦法 後來 不知為何 有一隻治療貓走了 在那裡生了兩隻 三隻貓 生了三隻貓 之後 那隻治療貓 就走了 然後把三隻貓 其中有人很喜歡 有個朋友給了一隻 剩下兩隻 現在一隻叫做肥肥 一隻叫喜喜 兩隻應該是捉老鼠很厲害的 試過一天捉到六隻老鼠出來 我圍著 那個老鼠已經滅足了 很厲害 然後肥肥 因為出生時很大隻 叫他那麼大隻 叫他肥肥 喜喜 因為出生時很癡人 叫他做喜喜 怎樣的 現在大隻了 喜喜就高逗 碰都不能碰 肥肥 長得很瘦 現在變了瘦瘦 但是很餵食 很好奇 很好動 然後沒多久 我們想想捉回之前走掉那隻貓 即是生這兩隻貓的媽媽 捉到那隻貓 就覺得很像樣 養了兩樣 就不對勁 覺得不是原本那隻 真的是另一隻貓 誰知大了一套 又生兩隻 然後全部都留下來 那隻新捉回來的貓媽媽 我們叫他嘉嘉 希望他不要再走 又希望他留在這裡 當是自己的家 就嘉嘉 另外生了一隻出來 樣子好像老虎仔 好像老虎的頭 我們叫他Tiger 另外那隻 就不知為何營養不良 樣子好像啤啤 啤啤紅 我們叫他啤啤 就很小隻 連同媽媽 三隻留下來 總動現在六隻貓 現在是 你現在完全找不到老鼠 現在反過來 煩惱的是甚麼 你用一隻貓去打架 去玩 跳來跳去的東西 回到來 掉下來 我想要很長的時間調教 讓他們知道哪些地方不去 好像小孩子 會罵他 他就知道有些地方不去跳 他的方法 叫他 出發 出發 小孩子 就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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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